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市場消息傳出 老牌的英資地產公司太古地產 是有意恰守旗下的太古城中心第一座商業大廈 估值大概是港幣100億元 以這一座寫字樓總樓面面積大概63萬平方尺來計算 赤價大約約約16000元 市場消息還提到 目前有幾個財團都有意競逐這座商下 其中以機會資本的呼聲最高 預料短期內就會達成交易 這次太古變賣這座商下 又引來市場人士的猜測 到底他們是否準備要撤出香港 是不是要撤資呢 當然 太古地產的發言人 反駁了這個指控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太古地產的發言人 就禮牌否認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說太古地產會繼續投資香港 集團深懈香港 持續積極投資和拓展香港市場的長遠策略 是堅定不變的 集團近年決定出售部分的非核心資產 亦符合長遠增長策略 提供機遇給資金周轉 發展再見項目 和投資新項目 以及繼續拓展核心資產 包括太古方和太古廣場社區 發言人說 集團在香港發展多個全新住宅項目 接著那些就是 賣廣告的東西 好了 實情 他說這番說話 能不能夠釋除得到 市民的疑慮呢 不知道 但是我就認為 他們所提出的那些原因 說服力就不是很強 提供機遇等資金流轉發展新項目 老實說太古地產都不是 差在那一百幾十億來做這些事情 當然 變賣資產又不是只有太古做 美國領事館就已經是新鮮事卒 連這個位於壽辰山道的高級職員宿舍地皮也賣了 始終 把自己的袋子 才是屬於自己的錢 否則一直在帳面那裡 猛猛猛猛 沒有意義 套了眼 落了袋 那些才是屬於 真正自己的錢 現在太古了 多數都賣得成的 又套現一百億元 另外 大家看這幾天的新聞 樓市都真的是風聲鶴雷 尤其是在東涌那邊 因為國泰大規模的裁員 整個港龍 同樣接賣了 就算是那些幸存者 都要簽一份新的合約 總之底薪 減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就導致有部分 被裁設出來的機師 或者是空姐 緊急地拋售他們的物業 當然 降價就不少 因為要 趕快達成交易 面對著現在這樣的就業情況 就算是其他 二手樓盤的叫價 都開始下降不少 沒有辦法 再不斷無止境地叫價上去 因為市場根本上 承接不來 有部分人本身 就已經是失業當中 如果是未供完那層樓的話 就更可憐 一方面就要趕快找回工作 不然就沒有收入 另一方面 還要自己在職速 那裏 每個月去填藤 所以 實情這些生活 就真的是足勤見爪 你說市場有沒有 那麼大的能力 去承接那麼多單位 尤其是現在又出現了移民潮 很多人又拋售他們 在香港的物業 因為 避免賣遲了的話 去到英國的時候 又要交回物業增值稅 所以 綜合這麼多的不利因素下 香港的樓市 基本上上升的軌跡 就開始消失當中 接下來 多數都是看跌的多 所以在目前這個市況下 如果仍然堅持要入市的話 就一定要眼光看得很準確才行 否則就要懷著一個無比的勇氣 因為分分鐘 一入市那一刻就等同於接火棒 尤其是目前香港是有辣椒的 一買那層物業 基本上你綁定了三年 當然在這三年之內你都可以賣 不過多數都是虧的多 對不對 要付這個稅 到底現在這個時刻是不是適宜入市 還是應該先看清楚呢 大家自己是想清楚了 同時一件事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較少人提 就是2047年的大限問題 還要過多兩個月左右 已經是2021年了 距離2047年6月30日 就只剩下 26年半左右 26年半說短不短 說長也不長 實情香港有很多地契 去到47年的6月30日就到期了 當然有很多就是橫跨了這一天 問題就是 好大部分都不橫跨那天 換言之那些業主 如果每擁有這等的物業多一天 其實距離 2047大限 就近了一天 只不過在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香港的二手樓市 樓價就站得很硬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當這個2047大限是沒有到的 只不過我就覺得 這個是太過理所當然了 你怎麼能夠假設 在2047之前有一個 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是能夠出台呢 你怎麼能夠假設2047之前 可以補少少錢 就可以把地契延長 這件事沒有保證 到現在這一刻都是沒有說的 沒有交代過任何一個方案 所以就不應該那麼理所當然 尤其是香港經歷了過去 兩年以來的折騰之後 連國安法都出台了 還把所有事情想到那麼理所當然 那麼理想化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信心是大火龍呢 到底2047是什麼的情況呢 當然在2047之前 你們也要確保一件事 中共是會信守承諾的 在目前這個所謂法治的環境下 是不會動私有產權的 否則的話 根本上都等不到他那一天 所以最近如果是有 這個置業需求的人士 就真的適宜停一停 想一想 千萬不要在衝動之下做錯了決定 充分了頭腦 否則的話 好有機會真是恨錯難反 大家回想一下 有部分在97年入市的買家 近兩三四年才開始慢慢 放售自己的物業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他很鍾情的物業 不捨得換樓 而是那個樓價 近兩三四年才回家鄉 所以 一買錯時機的時候 就很大劑 所以想清想錯才好買 最後就講一下 這個行政長官林鄭 他就說 11月3日獲得 北京方面安排北上 他解釋 因為 五中全會在前天就開始了 北上就不可以跟這個五中全會撞旗 實情他自己就是一個猛炳 你身為香港的行政長官 你怎麼會不知道五中全會是在哪幾天舉行的 你明知道那幾天舉行的時候 你又要 在月底的時候 啟程上去北京商討什麼措施 誰覺得閒見你才行的 你的政治敏感度有沒有低得那麼膠關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也不知道他上京談什麼 是不是才說要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你說清楚你爭取什麼 對不對 那時候沙士之後 老董無厘頭弄一劑自由行出來 結果當時真的令到有不少的行業受惠 知不過 就禍及了香港十幾年 全港市民在幫忙埋單 連葉劉自己也承認說這個過量的自由行 是導致中港矛盾的根本原因 這個事實來 你弄這麼多遊客來 根本上香港的 交通 或者是飲食 各方面 承載不了那麼多人 結果只有少部分人士受惠 大部分人士受惠 這樣也不僅 還要在過去十幾年以來 大陸的網民小粉紅 口口聲聲就說沙士之後 如果不是有中央支持香港 就已經是完蛋了很久 還要聽這些閒言閒語 聽這些難聽的話 實際上就算當年沒有自由行 香港也會很快站起來 只不過你弄了這些自由行春藥 就弄到某兩三個行業 就很快站起來 實際就算沒有你自由行 香港也不會倒閉 對不對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1841年開埠以來都沒有 多餘的 所以現在林鄭走去搞什麼 要爭取 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令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 麻煩你說清說楚 那些無謂的事不需要你爭取 你最好什麼都不要做你無謂的事 你越做得多這些無謂的事 就越讓香港人受害 你做那麼多這些無謂的事幹什麼 用什麼進入大灣區發展 大灣區擺明 就是 以深圳為核心 剛剛才說得明白 這件事 你到底香港的利益和所謂的大灣區的利益 是否是一致呢 是否是並行不撥呢 搞清搞錯了這些東西 不要沒有那樣搞那樣 無緣無故就弄一塊 老董那時候弄了這攤子的自由行 就已經是收不到課了 好吧 現在沒有廢就停了 是不是 遲些又挖鬼出巡又回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林鄭不要亂來 爭不爭取中央支持 洗鬼中央支持 對嗎 就算你那時候怎樣經歷金融風暴 怎樣2000年的時候 這個科網爆破這些路 你自己香港站起來 多餘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